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留学李斯本感受不同的足球文化 面对不同足球理念引发的冲突 欢迎进入本期足球之夜 好的 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正在直播的足球之夜节目 我个人是刚刚从大连回来 刚刚和我们的摄制组一起拍摄了东北路小学 说实话在东北路小学的这几天的时间里 个人的感受还是非常非常深的 看到东北路小学能够坚持这么多年 为中国足球培养了这么多的优秀的球员 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但同时在了解东北路小学故事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感受到了中国足球所面临的巨大的问题 包括很多很多的危机 在青少年培养这个环节上 我们依然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 有效的办法 能够帮助中国足球把自己的根基牢牢的扎下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关注目前正在进行组建和比赛的中国U22青年队 这支队伍可能对大家来说还是显得有点陌生 因为这支队伍近期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大家关注的比赛 包括在这个星期和韩国的U22打了两场比赛 那么这个比赛的结果最终的情况是一胜一负 看上去也还可以 但是引起的关注确实不多 很重要的一点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队伍不重要 其实到2015年的时候 我们的U22青年队就要参加亚洲U22青年比赛了 那个时候能不能打进四墙 也就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参加2016年的李约热内卢的奥运会 U22从此应该成为大家同样要认真关注的国家队系列当中的一个 两战韩国国庆队 中庆队最终获得了一胜一负的成绩 对于中庆队队员来说 更重要的是从比赛中收获了信心和对自己实力的正确判断 我们信心还是可以的 毕竟他们之前也是亚洲四强 这次毕竟是一个新的球队 然后也补充了很多优秀的队员 然后是一个重新开始 韩国国庆队对于这两场比赛的成绩并不满意 本次来华比赛 韩国队召集了23名球员 大部分来自二级练赛和大学生球队 真正在韩国顶级练赛踢上球的只有一个人 到2014年决赛阶段的时候 可能部分队员会被调整 我们可能会召集一些在海外踢球的队员 因为现在现有队员都是大部分都是在 体育中赛国内联赛和大学生联赛 出生于1992年7月的孙兴民 这一次没能入选韩国国庆队 他正在汉堡队享受着自己的德甲之旅 在德甲闯荡半年不到 他已经打进了六个进球 显然在亚青赛决赛阶段 孙兴民必然会参加比赛 韩国国庆队也必然会变得更加强大 这样的海外年轻球员 韩日目前都有很多 在今年的中日韩三国顶级练赛中 不算海外球员 日本1991至1994年龄段的年轻球员明显活跃 韩国91至92年龄段的队员也更成气候 面对近两届亚青赛 中国对于这两个年龄段球员的培养任务艰巨 从我们大的国家队介绍来讲 一直是从以大再一部分小的 逐渐过渡 把一些我们主要的战术思想和想法 慢慢地逐渐把这个任务过渡到下一届 中兴队队员全部来自国内的一二级联赛 北京国安的张希哲 杭州绿城的刘斌 基本成为球队的主力 由于在联赛当中机会充足 他们也成为这届中青队当中的主力 本赛季中超联赛 1991至1994年龄段的年轻球员 在各队的作用差别很大 上海申花 青岛中能和上海申心 对于9192阶段的球员储备比较充足 天津太达和河南建业则几乎断档 杭州绿城和山东鲁能在积极地培养9-3后 河南建业 天津太达 广州宏大和大连石德等 还在主要依靠赖员和老队员打天下 从亚青赛预选赛到这两场比赛 中青队在技战处方面坚持地面配合 这一要求得到了比较坚决的贯彻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如果我们一旦打算在中场 我们会对他的后场形成一些很大的压力 我也非常高兴队员在这坚持 一直在坚持在做 虽然有失误 我们也给队员信心去做 不怕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就是追求 那种脚下地面那些打法吧 我们现在能够创造出 就是射门得分的机会 这个应该是比以前要进步的 要注意的就是机会出来了以后 怎么能够把握住 明确实力定位 坚持发展方向 完善自身不足 中超俱乐部和中青队 特别需要在年轻球员培养上加油 说到年轻球员的培养 其实最近这几年 杭州绿城一直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这恐怕也是钢天武史 当初就选中了这个俱乐部 然后还准备和这个俱乐部 续约的很重要的原因 上一期我们在播钢天武史 在中国第四季的时候 钢天是回到了日本休假 那么这周我们要播第五季 也是最后一季的时候 他已经回到了 回到了杭州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在这个月的18号左右 钢天武史就应该和杭州绿城 正式的续约了 我们听到的消息是 钢天武史可能对自己 带领俱乐部这个赛季的成绩 不是很满意 他自己主动提出了降薪的要求 当然这要看经纪人和俱乐部 最后沟通的结果 而据说俱乐部也不太愿意让他降薪 非常希望钢天武史 还能够继续留下 我个人的看法是以钢天武史的个性 他如果在今年带队打成这个样子就离开的话 他一定会心中不服的 所以下个赛季 钢天一定会憋足了劲 要好好的证明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一直在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 在改造着杭州旅程队 战胜贵州人和 杭州9号旅程队就将提前完成 2012赛季的保际任务 这场重要比赛的看台上坐着一位特殊的客人 前日本国角 中田英寿 特意准备了笔合本 四代言 要问什么 问他 我想那么帅 和贵州比赛的前一天 中田英寿应钢天武史的邀请来到了杭州 他的任务是给杭州9号旅程队的年轻队员们讲讲课 主要是 现在看见过了一天 中 kön重感到这边是 最多的对 Trung县意识 最时候打开封 Charm Co 而且是有强意识的 我来帮你来的 大家也有素晴的才能 我一直都说 这不是政治的 我来帮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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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你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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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田英寿可以成为绿城年轻球员的榜样 毕竟在国内 这些年轻球员能够接触 称之为榜样的人物实在是太少了 我来帮你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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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我个人 它比赛 地球员的 我说 我确定 我看有了 効果的 我看有了 你能阻力的 我看有了 我看有了 比起来 我看有了 我看有 awesome zig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半场 贵州人和队利用定位球机会 率先破门 但随后不久 杭州9号旅程队就颁平了比分 联赛上半场始终状态不佳的雷纳托 在联赛的最后阶段 终于找到了感觉 但是大号的形势 在这一次进攻之后 发生了变化 马佐拉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 这是他在中超联赛赤道的第二张红牌 钢田武史在年初挑选的外援 始终没有成为球队有力的得分点 能力出色 但情绪容易失控的马佐拉 就是特殊的例子 马佐拉的冲动 让球队在进攻端失去了支点 比赛也以平局告终 比赛也以平局告终 停赛两场 意味着马佐拉提前告别了整个赛季 对比赛也以平局 鞋的一招 比赛 为什么 为什么 对 没有 我 没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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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球 所以 这季季结束 结束 出色的外援可以更快地改变球队的战斗力 但是对于财力有限的绿城俱乐部来说 很难像广州恒纳或上海参花那样买进大盘外援 钢天舞时将目光放到了年轻队员身上 在和贵州的比赛前一段时间 球队做出了一次人事调整 小野刚取代本土教练牛力 成为了绿城19岁以下青年队的主教练 突然来了这个一样的事情 肯定当时有点接受不了 我觉得队员呢 能遇到一个更好的教练 给他们创造一个非常公平的竞争的一个环境 同时呢 从理论实践上给他们带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往后呢 同时他们的一些这种肯定会给队员创造更好的应用发展的平台 我觉得对队员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作为我曾经陪伴他们六年的一个教练 我非常满意跟高兴 我也把这样的心情表达了给刚天之道 今年的预备队联赛 大多数俱乐部都是以一队的替补球员为班底参加比赛 而杭州旅程则在一半的比赛当中派出了19岁以下的青年球员 即使如此 在年末的时候 他们仍然排在预备队联赛的第四名 在身为国际足联奖师的小野刚看来 这些年轻球员有着巨大的前置 无论和为何要做的 同年代他们在年轻人们的年轻人们都在一起玩 但我比赛的都是一个更加的 更加的目的 但对我来自身的广队不在 我会更加的幽队在我们的幽队不在 有误惑的幽队不在 很多幽队有的年代 但幽队不在习惑的幽队不在 但是你对我来做的幽队不在 但如果有强大的幽队不在 绿城俱乐部在今年招收了11岁以下梯队 而同在绿城基地的绿城足球学校 则从小学就开始招生 来过杭州之后 中田英寿甚至认为 绿城基地的硬件条件已经超越了巴塞罗那 而绿城俱乐部也准备再邀请两名日本教练 让钢田武士成为俱乐部的总设计师 一番大事なことは今の19が上へ行って下の17が19に来てといって順次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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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う継続していくってことがものすごく大事で今の1719だけをこうぐーっと育てたら次がもう続かないというのではダメなんだよ そういう継続したシステムができたらこのチームは本当に自腹で育った選手プラス外人ぐらいである程度上位に行けるようなチームになる可能性はあると思う 和長春亚太的比赛开始之前 队长汪松的脸色看起来并不好 比赛前一天 汪松因为急性常言 在医院输液直到凌晨三点 但是杭州9号旅程队 还是率先破门 曹轩 打进了他中超联赛的第二个进球 下半场的比赛 雷纳托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状态 他的破门让球队2-0领先 随后不久 带兵上场的队长汪松打进了第三个进球 也是他今年联赛的第八个进球 这是他职业联赛进球最多的一个赛季 3-0的比分 杭州9号旅程队本赛季最大比分的胜利 球队提前一轮保机成功 大厚 大厚 大启 大体 哪怕 你好 好 很你很很 盛中的 我胎的最初有目的,你才是先得到的 我胎的最初有目的目的 也就是三周一周的目的目標 但是呢 再一下 又滿下了 我們是合去年一樣的時間了 三十多了 行不行嗎 要求我們挑戰一下 挑戰一下 我們要挑戰一下好不好 OK 明天有1月對比賽 我和新章は所有的 北京行かなきゃいけない 然後呢 主要任務全島 由於有一些原因要去北京 今天晚上要去北京 高島和燃島 しっかりやってください 然後一編隊主要的高島和燃島也來看 明天後的ビデオ就示範 然後一編隊比賽 然後看那個戲 好 乘坐當晚的航班 岡田武士從長春飛到了北京 第二天一早 他的身影又出現在了機場 利用這一天的時間 岡田武士要飛去廈門 觀看一場中甲比賽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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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年に向來 北京考慮 我々が欲しい というポジション 刚田屋时尧考察的对象是曾经杭州律程的球员程牟毅 在以前教练的帮助下 程牟毅表达了想要加盟律程的愿望 最初は驚かされた やっぱり選手を取ったり移籍したりするのが 指導者との人脈だったりそういうもので決まっていく 選手もコーチに逆らってコーチに気になれなかったら 次に移籍するときに困ると そう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はサッカーはプレーの力 選手の力で平等にいろんなチームにチャンスがあるべき遺跡に関してもね 選手にとってはかわいそうな環境だなと思った 下半场比赛 刚田屋时的眼睛有些睁不开了 之前一天晚上 他只睡了大概三个小时 返回机场的路上 56歳的刚田屋时 打了一会瞌睡 到了后期的时候 刚田屋时又打开了电脑 观看前一天和长春亚太队的比赛录像 11月3号 杭州9号旅程队今年最后一场联赛 今天绿城印象最深的河南 河南那场球 那确实我们掉眼泪了 那天我们都在现场 比赛完了以后 我们就大家抱在一起都流下的眼泪 客场打北京国安内场比赛 我们也知道国安确实实力上要比绿城要强 那么而且呢我们又是客场作战 那么内场比赛呢天气也不是不好 完了之后再弄起 队神能够完胜国安 我觉得内场比赛给我留下真的是非常深刻的印象 客场打贵州的 因为那个结果那个比赛好像不是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我在现场 输可以结束 但是好像那个比赛有点太大了 现在年轻球员更多一点嘛 慢慢慢慢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旅程 未来肯定会 绿城队肯定会 想要持 我们是非常喜欢这个教育能够一直留在绿城 因为我们看到了高年50 在这个一个赛季给绿城带来的变化 虽然说我们现在成绩不怎么样 但最起码我们培养出了一大批我们的年轻球员 我们球迷的话 有这样的教练是感觉到很骄傲的 所以我们是给 我肯定是给他100分的 杭州9号绿城队1比2输给了大连阿尔滨队 没有能够追平去年的积分 这位跑进场内的球迷送给钢田巫使的礼物 是一包油豆瓶 第二天 钢田巫使把这包特殊的礼物送给了基地厨房的大厨 在中国一年的时间 如果满分是100分 钢田巫使会给自己的工作打多少分呢 如果满分之高的话 如果满分之低的话 我会很高的 如果满分之高的 我会有25分钟 我会有25分钟 是吗? 即使能比较多的 就是45% 我也是有很多失敗 我也是有残留争 我也是有残留争 我也是第一次贏得到 我也是第一次贏得到 因为赛前答应了和球迷合影的要求 钢田无始在赛后主动找到了球迷 一线队休假前的最后一天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录像分析师二杰唐优正在整理的光盘 里边有每名队员之前体能测试的结果 以及休假期间的训练内容 体能教练岛村方崇不仅给每名队员 准备了训练用的皮筋 在手写的训练计划上 还用中 英 葡萄牙三种语言 标明了训练的内容 在来到中国一年之后 岛村写起中文已经不用查字典了 以后再寰情练说 所以后期 我以前在来的人 都是自立的 政策的 三年之后 不每一年都不選 平安 有料管理して何やれこうやれああやれと言ったら この短いこの1年の中ではうまくいったように見えるかもしれない でもそれでは本当に先に成長して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今年そういう意味で色んな問題があったりしました 残念ながらバレーをチームから出て行ってもらうことになったりもしました おそらく僕が完全に管理してたらうるさく管理してたら そういう事件は起こらな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 しかしそういう事件があるたびにみんな少しずつ変わってきました 我每天都在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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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がステップアップするために必要だったことだと まずこの一年みんなも本当にこれだけ成績出せないのに俺についてきてくれたこと そしてスタッフもチームのために全力を尽くしてくれたことに感謝します 到了一年结束分别的时候 这些人当中有些在明年开始的时候并不会回到球队当中了 给队员分发的训练计划 在这张纸的末尾有一行小字 上面写着 请在赛季结束后的头两周 暂时先忘掉足球吧 在采访的结尾 还有这么一段对话 最初的时候他说现在这期点途で忍了很多人以后都有机会增加 现在在... 看来的 看来的 若い選手ね 若い選手ね 有几个人以后有机会增加 一年的时间内 钢田武士从被中国球迷认识 到被中国球迷熟识 一年的时间 钢田武士经历了 自己在海外执教的初体验 钢田武士在中国的执教故事 还在继续 稍后请继续收看 留学日记 李斯本 这里好 从去年开始 足球之夜就开了这样一个不定期的板块 留学日记 我们是想关注那些 现在还在国外学习的中国的踢球的孩子们 他们有的人在法国 有的人在西班牙 有的人在葡萄牙 有的人在巴西 其实好像还在英国 包括在其他的国家也有 不过我们更多的还是关注那些成批出去的孩子 但即便是成批的出去 他们在国外的生活的方式 训练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 500.com这次派出的这几十个中国的孩子 他们到葡萄牙之后 是一半的时间在葡萄牙的俱乐部里面训练比赛 那么还有一段时间会集中起来 代表中国希望队在进行比赛和训练 这样的话 他们经历的事情和其他地区的孩子就不太一样 而即便他们同样是在里斯本 在葡萄牙 他们所经历的故事也不太一样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了解几个人的故事 这里是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 一群中国孩子的留学故事还在继续 不同于其他的留学方式 在葡萄牙留学的这些孩子 不但要分散在各个俱乐部接受培训 同时还要不定期的被集中在一起 组成中国希望队进行比赛 于是在这样的转换过程中 就发生了不少的故事 这是中国希望队来到葡萄牙的第81场集中训练课 卡洛斯是这群孩子们的蒲方主教练 今年51岁的他 从24岁就开始接触青少年培训 曾经担任过葡萄牙本菲卡俱乐部的 清训教练和总监一职 在卡马乔担任本菲卡一队主教练的时候 卡洛斯就是本菲卡预备队的主教练 他除了负责制定中国希望队全部的训练计划 除此之外 一年来几乎所有的比赛 也是卡洛斯利用自己的个人关系安排的 他希望通过大量的比赛 这些留学葡萄牙的孩子绝大多数人都被安排在较低级别的俱乐部当中 俱乐部除了保证他们的日常训练之外 还能给他们上场比赛的机会 因为我们当时这个项目设计的就是从平民俱乐部开始 就是走一个比较务实的这个路线 就是说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头 只要是出国流洋 就一定是奔着豪门去 但是呢 我们中国球员呢 特别是在青少年这个阶段呢 欠缺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的孩子最最应该的 就是从欧洲的最基础的俱乐部做起 他叫李源一 1993年出生 来自天津四职中场 现在在葡萄牙以及球队卡萨比亚队效力 在来到俱乐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 李源一通过自己在训练和比赛中的表现 慢慢的在球队里站稳了脚跟 而他自己觉得在这一年里最大的收获 是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 因为这边跟国内不一样嘛 这边的训练 每天我们是走训 然后每天要坐地铁 然后公交车去训练 国内因为是集中在一块嘛 然后这边 每天我们要自己安排好时间 然后俱乐部的训练 都是在晚上 我们下午 基本上就都是公交车或者地铁 去训练 上班了 到夜半 上夜半 离开宿舍 李源一步行五分钟来到地铁站 乘坐一站地铁 去熟悉的快餐店解决自己的晚饭 下班高通行也没什么 你平时去的时候人多往 中间还好吧 晚饭后换乘公交巴士 才能到达卡萨比亚军户训练 这对于习惯了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年轻人来说 的确是一种很大的变化 刚来的时候 李源一的葡萄牙语并不好 和队员们交流起来也很困难 但现在逐渐地适应了在葡萄牙的生活之后 李源一很快得到了俱乐部的认可 现在他已经能够进入球队的18人名单了 是一番小静人吗 对人的 他需要你个小静人吗 他需要你这样的技术 他们会不会去不同 тех What about ... 融得不战 事情 代表俱乐部的第一场比赛 就因为累积两张黄牌被罚下场 但是主教练并没有责怪李源一 停赛之后还是继续起舞的 学习更多应该是在场上对比赛的理解 比如说什么时候让我要防守 什么时候要去逼抢 通过这些让自己更清楚比赛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什么阶段应该干什么 相比李源一 阮阳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 阮阳是葡萄牙著名的 李斯本竞技俱乐部的地位队成员 也是中国西方队唯一一名签约的球员 但是由于队中的竞争激烈 打不上比赛 阮阳的情绪也受到了影响 在无故缺席了俱乐部的两场训练之后 中国希望对领队陈奇专程来到李斯本 经济俱乐部的训练基地 协调这件事情 我是绿城租界一年去这个俱乐部 那说实话 他不可能特别的特别的重视你 他如果让你这一个赛季 打满比赛 就特别培养你 是你能力是提高的很快 但是一年以后你是回绿城 对他没有一点的好处 所以他这样一个俱乐部就 如果我去到他 他就不会特别的重 把你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 陈奇的专门拜访 和俱乐部经理戈迈斯先生 进行了及时沟通 阮阳又重新回队参加训练 这场风波也得以平息 作为里斯本经纪的元老级人物 戈迈斯也给了阮阳一些忠告 我的观众 他是一个年轻 他在这里来生意 学习 这些状态 这些状态 他不能在高竞赛 无论的原因 我希望如果可以 冬季转会去的 可以换一家俱乐部 因为虽然换一家俱乐部 也不能说百分之百能打上主力 也许出场时间也不是特别特别多 但是相比斯包丁的话 因为斯包丁这样的俱乐部 说出来队友能力都非常的强 然后所以我就想换一家俱乐部 可以尽最大的可能打上比赛 然后中国希望队这边 也可以参加比赛 就尽可能能多比赛吧 目前里斯本经纪的预备队 在边峰的位置上 有四到五名的队员可以用 但是由于阮阳 在代表皇家马 萨马青年队 从国家二级 晋升国家一级的比赛中 表现抢眼 里斯本经纪俱乐部 最终还是决定 牵下阮阳 除了阮阳 在里斯本经纪预备队的训练场上 还能看到两名中国球员的身影 他们是从里斯本经纪青年队 调到预备队参与训练的 刘一鸣和燕子豪 对于这次机会 两个人都非常的珍惜 特别是燕子豪 如果视讯顺利 就可以代表里斯本青年队 参加正式的比赛了 génny são dois jogadores com muito potencial são jogadores com os quais nós temos muitas expectativas em relação ao futuro apesar de haver uma grande dificuldade na comunicação uma coisa que o futebol tem é que é universal e portanto quer o Liu quer o Yen mais o Yen que espero utilizá-lo já em janeiro uma vez que ele faz 这就是中国希望队的孩子们在葡萄牙的留学经历 这样的经历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着葡萄牙足球 我们眼前的画面就是世界著名的里斯本竞技的清训基地 从这里曾经走出过的飞鸽 锡螺 我们的孩子们能否走上和他们相同的轨迹吗 在欧冠U19的赛场上 刘一鸣和燕子豪目睹的里斯本竞技队的希望之星 也是他们的队友有理的精彩表现 而在周末的本飞卡队的比赛看台上 一批9596的中国孩子们亲身感受着高水平联赛的氛围 他们现在是场边的看客 但是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会凭借自己的能力站在葡萄牙超级联赛 甚至更大更高的舞台上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必须要学会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 只有学会这些 他们才能在这里更好地成长 走向更高的殿堂 看着这些孩子们在国外面对着陌生的环境 面对着自己并不熟悉的文化 然后面对着不同类型的问题 他们还在努力坚持着 其实我们还是挺为他们感动的 要知道他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中国足球了解世界足球的一扇窗 希望他们不要只是想着自己的前途或者是命运 而应该和中国足球的大的命运牢牢地结合起来 最后我们来分享两条微博 先来看一下这位新浪网友 安迪颠三倒四 他的留言 说绿城预备队成绩不错 可一旦进入顶级联赛 面对诱惑多了 人也浮躁了 还是要能自律 能把握好自己坚持最初的梦想 我想不仅需要钢天武士和他的教练团队 对球员的这种改变 中国足球的环境 整体还要继续地改善和提高 再看这位腾讯网的网友 他的网名叫大清帝国 送上了一首诗 中国足球需等待 卧薪肠胆 英诗仔 清新少年需坚持 态度决定好未来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足球之夜 感谢各位收看 下周四晚再见 走进足球城大连 走进东北路小学 足球之夜 近期播出 敬请关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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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